大众在华电动画首战失利 主帅迪斯还有后招吗 2020年11月 大众在中国推出ID4 远在沃尔夫斯堡的大众集团 CEO赫博特迪斯专门发来贺电 他甚至公开喊话马斯克 要抢夺特斯拉的市场份额 不过 销量数据显示 3月ID4X与ID4 Cross新车上显量690辆 4月 总上显量1417辆 5月 总上显量1209辆 3个月以来 ID4销量非但难以望特斯拉之向背 甚至远远落后于未来 小鹏 理想等造车新势力 2018年11月 迪斯在广州车展宣布亲自挂帅中国区 担任中国管理董事会负责人 负责中国业务 为推进其电动画战略 迪斯决定压保中国市场 大众ID4销量不如人意 也意味着大众在华电动画首战失利 那么 刚续约大众集团CEO的迪斯 还会有后招吗 我们先来看看导致 ID4销量不理想因素 根据大众集团规划 至2025年 大众在华计划交付150万辆新能源汽车 并增加100亿瓦时的电池需求 2029年前 大众集团会有75款纯电动车面试 届时 大众电动车累计交付将达2600万辆 其中1300万辆来自中国市场 从宏观战略准备来看 大众似乎是万事具备纸欠东风 但是 面对市场的变化 大众的反应略显迟钝 大众在ID4上市前开展了市场调研 不过结果显示 关键几项指标都很低 只是距离ID4正式发布 只剩一周时间了 中方主导权的缺失 也让大众ID4面对中国多变的市场情况有些水土不服 比如大众在7月起首次为ID系列进行OTA升级 其实 这次OTA升级 南北大众两家合资公司没法自行更新 修补系统 而是要同步德国大众方 耽误了不少时间 此外 与欧洲市场不同 中国电动车市场可选择的优质产品太多 在欧洲 除了特斯拉之外 ID4只要和沃尔沃 XC40 EV Postar 2这些产品竞争 中国电动车产品可远不止这些 目前 国内对ID4产品的非议 就集中于缺少类似新造车市里那样炫酷的功能 不过 大众方面对ID4的市场表现 有着另一番解读 大众方认为 根据中国汽车市场的普遍规律 ID4上市只有4个月左右 正处于产品销量爬坡期 6月 ID4销量提升至2902台 截止目前 ID4上市4个月以来 累计销量达6976辆 月均销量约1700辆 相比未来 理想 小鹏产品刚上市时候的表现 已经不分伯仲 未来 ES8首年上市全年销量11348辆 月均销量946辆 小鹏G3上市首年销量16608辆 月均销量1384辆 可见 ID4正在经历与中国市场的磨合期 迪斯续约大众汽车集团CEO之后 随即发布2030New Auto战略 对于中国市场的态度 迪斯表示 通过ID4、ID6和即将登陆的ID3 大众将向中国市场推出更多纯电动车系列 此外 大众还将借助更多本土人才技能和能力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业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